Hello Steffi 首先恭喜你演出非常成功 多謝 多謝 一場會不會覺得不夠好 都是會有一點的 其實排練的時候已經想到一場好像真的知道自己會很捨不得 但是這個也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小小的原則 因為這個是一個有些頗特別的show 有跟大家想像的可能有些不一樣 不是歌舞那種 我希望是將一些自己的藝術和畫融合在一個舞台上 所以其實都是很一次性的 要重新都有點麻煩 舞台都很髒了 所以我希望不要麻煩大家工作人員要重新 所以就開一場算了 你很想做一個Part 2的嗎 高峰叫你唱跑Online 那為什麼這首歌 可能留言但你又沒有唱呢 我有唱了兩句 有唱了兩句 有唱了兩句 對啦 我覺得因為太多人留言了 因為我搞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這首歌 很多歌都聽著這首歌成長 很多歌都聽著這首歌成長 而且主要是因為這次這個show 真的有一個主題來的 比較故事性 比較講故事的感覺 雖然我的音樂主題也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大家覺得都不是很適合感覺 都是不要唱了 或者留待之後有沒有機會再唱 會不會之後想放多點時間在音樂上呢 經過這次之後 其實一直在這幾年的沉澱裏面 都一直想 都很想有些自己的作品 經過這次又開了show 其實那條癮已經是新了出來的 其實是想的 但是要給點時間 我個人都是那句 我希望做所有事都是盡前盡美 時間上的安排要安排得很好 因為電影上實在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有幾部電影要上 又要宣傳 然後接下來又有新電影要拍 所以可能都要逐步逐步來 你想重返紅館再開一個 什麼事? 重返我沒有去過紅館 紅館當然是我覺得每個歌手的一個夢想 我自己都是 我小時候就去紅館看show 如果有一天自己在紅館開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但是就 不會特別去想 我覺得交給公司會不會安排 或者 未來的節奏是怎樣安排 我自己當然都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 bucket list 想做的一件事 剛才聽你說 在show 之前都已經不停哭得很厲害 對 但是我今天很 proud of 自己 在台上只哭了一次 因為我最擔心 其實這個show 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哭 因為 你知道的 有開一場 人家進來聽你唱歌 又不是看你哭的 我很害怕 因為我試過排練的時候 我第一首歌已經哭了 我就覺得 嘩 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我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還有在彩排的時候 然後我都哭了他 盡量哭了他 宣示了他 就可以好好享受他表演給大家看 都做到 其實你改排的時候哭了幾首 或者哪首歌是最厲害的 剛才哭的那首是每次都哭的 真的沒有事過不哭 因為那首歌是講姊妹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 真的很感動 有些人想不到 你想不到我會哭的 活到美麗我也會哭的 然後他們還笑我 如果你初見都可以哭就厲害了 很多 尤其是男孩子 不如離我太遠 他不准我哭 全部都會哭 但是那些全部經典歌 我真的很想 很完整地唱給大家聽 所以我終於可以控制到 正如剛才說 應該希望可以 除了粉絲買不到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也買不到 有些人問我 我真的朋友直接問我買票 我真的自己也不夠 給他買 所以我也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但是應該有機會的 是否覺得最厲害是唱最後一塊 那時候都忍住 因為台下Copies已經哭了 是呀 我沒有看他們的 我看穿了他們 我沒有特別看 是呀 最厲害是這個 是否不敢看他們 不敢看 看了一眼就已經 耿煙了 然後就飄走了 視線 那你靠什麼忍耐呢 怎麼會立即知道 可以回來 哇 你們說到這麼深層次 情緒 演戲方面 都要收房之餘 投入之餘 我都是覺得我自己是個表演者 我都希望可以很圓滿地去完結這個show 是需要調整的 但可能經過這麼多場的演唱會 很多事先都哭了 可能已經 是否知道你搞show 那些好姐妹就立即舉手要來看 是呀 其實我第一天宣佈 已經有很多朋友 立即說要來看 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 會否有機會cookies 可以吞啟 哈哈 這個問他們 你問他們 哈哈 他們有些 最意外的就是 咦 為甚麼是 Micky Micky可以一起出現 可以 為甚麼不可以 沒有啦 很久沒見 很久 你們很久沒見他們 他們忙 大家都要找小朋友 是啊 即是關係都是 沒問題 對 會否搞多些聚會 我覺得希望之後 盡快可以約個吃飯 不過Elaine 因為她住澳門 她說待會就要回去 因為她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要約個時間 因為之前他們問我 吃生日飯 我都沒吃到 沒空吃 十月的時候 所以希望可以今年內 大家約一次出來吃飯 這次我們大家約出來 都是靠你嗎 因為你 因為我開秀 那也不是的 平時我們都會 不同的聚會 不同的聚會 例如生日 都會聚下 即是私下他們兩個 是有空的頭 就是添付你這個 也有的 所以他們經常都 譬如教會 他們都會見面 那會不會集齊 那麼多個坐在同學 希望 但是 如果集齊的話 我真的唱不了 真的 真的 一看到就 就不行了 而且 還有 Sarina和Helena 一直在外國 所以他們都比較難回到 是的 我都有問過他們 是 三個機制 是 是 你們答應他們做嘉賓嗎 是的 沒有 他們做嘉賓 我這個表演不是跳唱 那些 但是很開心他們來支持 我覺得 跟他們 很有趣 拍完那部劇 感覺好像司徒關係 挺開心的 是 為什麼會想唱巴奴的歌 這個是 因為 都是切合的主題 因為我看完巴奴套戲 我很喜歡 也是哭到菲利菲利那種 就是講人生 我覺得很切合我這次的主題 是講成長 講人生 也是第一次自彈自唱 因為這首歌不難彈 所以就選擇了一首歌 希望可以表達到整個故事的情緒 練了多久 其實練不是練了很久 因為第一次自彈自唱是有點緊張 所以要克服那個情緒 所以我剛才都很開心 我沒有緊張的情緒去彈 我是投入到的 所以是 我覺得自己超額完成了 一齊 自彈自唱 還有表演 在壓力底下做這件事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雖然說的確不是難彈 但是第一次的表演 都需要一些調整